好,那我開始喔 好,那我今天的提案是立院say it 那這個提案其實上次12月大松使就有提過 那時候也謝謝羅凱文、Sam跟Evelyn的幫忙 事前然後錄製,事後的處理跟創下平台 怎麼有人在講話 請進去他關掉了 主要是立法院有個叫公報 然後公報也沒有議事錄 那議事錄裡面會有像這樣的對話紀錄 例如說哪個委員講了什麼話 哪個委員講了什麼話 然後有一個叫say it的服務 他是可以把一些會議紀錄變成蠻動態的視覺化 然後例如說這邊每一個誰講了什麼話 以及每一句話都會有連結可以連 這個專案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把立法院的公報 全部轉成這樣的格式 那目前的進度已經有 就是譬如說我們這邊我已經把API做好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的會議 然後會議進去裡面已經可以看到有一些對話紀錄 例如說主席講了什麼什麼段落之類的 然後以及API也審好了 那API的文件可以點這裡 那 誰 我寫錯了我等一下改一下頭影片 API的文件可以參考這裡 那目前API的話也包含有例如說 列出哪些會議列出統計資料 統計資料的話包含例如說 目前有七八九屆的資料 八九十屆的資料 那八九十屆有 例如說第十屆目前有1300個會議 然後1166個投票 然後有3430個speaker就是講話的人之類的資訊 所以API的資訊都在這裡了 那今天需要幫助 主要是需要有前端工程師的幫忙 那需要幾個功能 例如說透過關鍵字搜尋議案 像是想要搜尋服帽啊 或想要搜尋什麼國安法之類的 可以找出有哪些人講的這些字 然後以及說想要有 頁面的話 只有那個就是 只會顯示最新的一百筆 那這一百筆就只剩下最新一屆了 那以及有顯示投票功能 因為我有把投票passing出來 所以譬如說每一個投票 然後誰投了 誰投反對 能不能把它依照檔機 依照頭像顯示 然後或者可以搜尋立委的投票紀錄 或者是依照日期來篩選 那目前API這邊都算ready 這些功能都ready了 就差說有沒有前端工程師 能夠幫忙把它實作出來 以及說任何一個你想要就是 就是把頁面改得更好的想法都歡迎 就是可以協助 那以上就是我的提案 好 好謝謝Ronnie的這個立委說了什麼 這個專案 我跟任想提一下 我們接下來準備進行的那個專案 那就不進行直播跟錄影這樣 可以嗎 是decentralizedHK嗎 對對對 其實可以直播沒問題 可以嗎 可以可以沒問題 好那就是 因為我看到你們有註明是 錄影之後並不用CCC授權出去嗎 對不對 今天早上那個余婷有跟我確認 果果跟他說 這次是可以直播 沒有問題的 OK直播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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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